22日上午,以《同心同行,共享共赢》为主题的台盟第15届交流与共享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行。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、北京市台办、北京市政协港澳台桥和外事委员会、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等有关单位和台湾部分政党、社团代表人士、 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,以及在京台盟盟员和台胞代表出席研讨会。 全国人大常委、北京市政协副主席、台盟北京市委主委、北京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陈军致开幕词。 台盟中央联络部部长张骏、台湾中华民族发展基金会董事秘书长朱欧发表致辞。 十余位台湾嘉宾以视频形式发言。 据悉,本次研讨会是台盟北京市委自2008年以来连续举办的第15届研讨会。 15年来,应邀出席和参与研讨会的人数达到1600多人次。 有70余个台湾中小政党、主要社团和300余人次的台湾嘉宾应邀参会。 研讨会累计设立30多项议题,已成为北京市对台交流的品牌项目。